大家好,我是阿辉 木耳我们平时都是炒着吃或者煮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油炸木耳 这种做法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虽然是油炸的,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吸油 酥脆咸香,非常的好吃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挑选木耳 我们在购买木耳的时候 要挑选这种正面乌黑光润的 背面灰白色 两面颜色不一样的 这样才是好的木耳 要是两面都是黑色的 就不要再挑选了 这有可能是被不知名的东西浸泡过的 还有就是挑选比较轻的 用手轻轻一掰就掰碎 不会粘连在一起的 拿在手里面感觉特别轻的 这样的木耳质量比较好 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久 要是感觉比较重且不容易掰开的 说明木耳晒得不够干 那就不要购买了 这样的木耳不好保存 容易变质 以上挑选木耳的小技巧 你记住了吗 接着准备适量的木耳倒入碗中 加入40到50度左右的开水 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面粉和糖溶解 糖水的浓度很高 能够使木耳快速泡发 还可以去除木耳上的异味 面粉可以把木耳上的杂质和灰尘吸附出来 整个过程就用筷子像这样搅拌 不一会儿的时间 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木耳的体积在明显地变大 水分也变得浑浊了 我这里搅拌了二分钟的时间 看一下木耳已经完全泡开了 每一个木耳都是完整的 非常有弹性 接着把它抓洗抓洗 捞出来放入另一个碗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多清洗几遍 把木耳清洗干净 直到清洗出清澈的水为止 清洗干净后放入漏栏中 扣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调个面糊 加入两勺面粉 两勺淀粉 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五香粉 自然粉 胡椒粉 少许白糖提味 先把它们搅拌均匀 接着打入两个鸡蛋 搅散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成丑一点的面糊就可以 这个时候看一下木耳的水分全部晾干了 然后把它放入面糊中 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木耳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 炸木耳晾干水分是最为重要的 不然在炸的时候会炸锅 只要晾干水分就不会出现炸锅的情况了 接下来锅烧热倒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把油烧至放下筷子周围冒密集的小泡泡 顺明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转小火 再把木耳一块一块地放进去 全程要用中小火慢炸 木耳对击后要不停地翻动 使木耳受热均匀 把它炸至微黄控油捞出放入盘中 然后开大火把油温升高 再把木耳倒进去 复炸15秒左右 一定要勤翻动防止炸糊了 复炸的时间不要太长 再控油捞出来 装入篮中就可以开吃了 看着就非常的酥脆 一道美味的油炸木耳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好吃不油腻 每一个吃起来都嘎嘣脆 太香太好吃了 要是吃辣的可以撒上五香麻辣面 这样吃起来麻辣脆爽 香酥可口真的是太美味了 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吃 要是口味重的撒上椒盐或者自然粉都可以 这样做的木耳出锅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吃 偶尔吃一次非常解馋 喜欢吃木耳的朋友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